大家好,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舆论新闻163的主持人 很高兴再次见到您 订阅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这是今天的新闻 王一博,这才是真正的酷感 酷感,网络流行词,英文酷感的空耳音译 只看起来很酷,很帅,健康,自信,时髦 乐观,执着的年轻小伙,以上来源网络 这样说来,酷不单止外表 更只有着独立的精神世界 不受外物所影响而一心努力向前的男性 而说到酷感,大多数人第一反应就是在指望一博 没办法,谁让这种由内而外的酷在他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呢 他身上外在的酷,显而易见 有独特且在线的审美,有独树一帜的穿衣风格 有运动员般的健康体魄 更有着被大多数人艳羡的帅气外表 现在的他,私下更多的是以一身黑的装扮出现在大众视线之中 简单,低调,不浮夸,不故意炫酷 但却让人感觉更吵,更闷 但外表的吸引力,只能是一时 内在的酷帅,才是让人坚定选择的根本原因 内心强大且独立,做事有想法,做人有态度 不会因为别人的非议而否定自己 也不会因为别人的夸奖而沾沾自喜 一句话,对自己门清 从不沾前顾后,从不为马首饰沾一件事 认为应该做就直接去做了 不在乎别人如何想 也不在乎可能会有的漫天的飞短流长 自在随心,自由随性 不因被驻足欣赏而刻意讨好 也不因嘲讽谩骂而妄自菲薄他的世界 自成一体 自有结界,但分寸感拿捏得特别好 这种分寸感,边界感主要体现在与粉丝的互动上 相互尊重又互不干涉 你有你的生活,我有我的轨迹 彼此努力成就最好的自己 就不枉相识异常,就没虚度这温情的守候 都说,只有频率相同的人 才能看到彼此内心深处不为人知的温柔 理解你的山河万里 尊重你的不同选择 这种双向的呼应 才是一人与粉丝间最好的相处模式 保持赤子之心是对这个世界最大的诚意 也是对自己来说最隆重的洒脱 他一路逆风而来 自信又乐观 将所有的嘈杂都碎成了他身后的片片星光 照亮了很多寻找希望的人 从来就没有什么人生开挂 有的只是厚积薄发 坚持你所热爱的 热爱你所坚持的 剩下的交给时间就好 有心者有所累 无心者无所谓 情出自愿 事过无悔 不惧非议 敢想敢搏 心辽阔了 人生才能辽阔 这种酷 才是真的酷 酷盖 王一博 未来可期 都未来 不知 这种人烧 可能是有 Rubel 侠然就觉得 不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